我教你啊 你 别动 对不起 妈 惹你受委屈了 你那天话说到一半 光把定制组夸得天上有地下屋 你可真是个顶尖的销售啊 我说的是真的吧 我发誓 等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找一个更合适你的位置 不用了 既然杜已经决定去那里 什么都还没有学会就走 我也太不甘心了 这不是奶奶的缝罐吗 这不是奶奶的缝罐吗 早就送到定寸做修复了 我还没修好 这精美的缝罐 放在角落太可惜了 我想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复 可是又没有经验 都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你会吗 你也不看这是谁家的缝罐 那你不如教我吧 应该怎么下手呢 现在 这个位置还是 还是怎么样 站着有点累 腿有点松 给你做 我教你啊 你 别动 你看啊 按理说 经历了岁月的风霜 损毁应该会很严重的 但这个凤罐 却保持了比较完整的面貌 莫非 有什么特殊的保存方法 那就是秘方喽 你要想知道啊 那等到你 成为奶奶的孙媳妇 她自然会告诉你啊 而且风罐还会传给你啊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你脸红是门 如果定制组的老师傅们都像你这样 多跟我说一说就好了 你不知道就问嘛 你可别小想那些老师傅 别看他们每天端茶遛鸟 他们来头可大着呢 而且他们入行的时间啊 是在出口窗会的时候 林师傅的爸爸 是有名的简经理 广州 来 小膏啊 今天是不是又有领导来检查卫生啊 你怎么收拾得真真起起干干净净的 林师傅的爸爸是有名的剪经理 所以啊 他就算是成副业 没有啦 我就是顺手清理了一下 你的茶杯还有茶海都洗干净了 热水刚刚烧上 你正好可以泡茶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林师傅啊 一会儿我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 你的剪经技术 可以吗 你要学这个吧 嗯 好 嘿哟 小刚儿 哎 哎 我这大毛你已经给喂好了 哎 鸟屎罐也洗出来了 你干的吧 你别看郑师傅每天粗不麻衣的 他当时周游世界的时候 那一首华丝绝活外国人看都赞不绝口 哦 对了 那什么顺治神鸟纹赞花项圈 当时就是他带队修复的 对啊 我一来就已经把大宝都喂好了 郑师傅 我特别想听你修复顺治神鸟纹赞花项圈的故事 好好好 好 好 行 行 好 行 行 好 好 好 蔡师傅 我手上在做一个手势 汉阶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想请你指点我一下 蔡师傅呢 她的拿手绝活是汉阶果异 也是从小拜师学来的东西 小高啊 你是不是干过警察 怎么对我们了如智障啊 真啊 我们这里面又间谍了 郑师傅 我也觉得奇怪呢 这一天不见 这小姑娘怎么对我们什么都了解的呢 肯定是你说的 嗯 道歉 我这什么都没说 你看这个脸就是贱贱的脸 是不是 她比我早来有时间 对吧 口才好 就是就就就就就把我们的事都给小高丽说了 你这个蔡老头啊手语不经又说话经 哈哈哈哈 你看啊 我们这几个老头呢 人微眼轻 嗯 而且呢这个 就是见到领导 我们也跟你说说也 也没这机会 而且呢我们 也快退休了 是 啊 你就别在我们这儿下功夫了 谢谢 郑师傅 既然我都来到这里了 白白浪费时间可不是我的性格 况且啊 我是真心觉得几位师傅的技术和阅力都很珍贵 特意向你们虚心求教的 嗯 马屁拍得不错 你开心了 哈哈哈 你直说啊 到底想要什么 我 偷偷 偷偷研究了一下里面的凤冠 凤冠 你对凤冠感兴趣啊 嗯 可是 制作凤冠的手艺精美繁复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复呢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凤冠 那是首饰工艺里边集大成者 不是所有的人啊 这是谁想这想想 这能修得了的 你看啊 不光是要看啊 而且要动脑筋 你你心里边要把它拆成几个部分啊 自信地研究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明代的宝石是不修行的 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所以统一注膜 那是行不通的 是不是啊 他都有个性 他不能成疲生残的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 这个宝石是怎么把镶嵌上去的 既要做到不着痕迹 又不能有拼凑的节点 会不会是和镶嵌的金子成分有关系啊 可以啊 可以啊 真聪明 真聪明 但是你别高兴太高 不仅如此啊 这样吧 我带你去看一下这份外 咱们食物 我给你好多的讲讲 高不高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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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